有一个老和尚写了四道算术题 二加二等于四 四加四等于八 八加八等于十六 九加九等于十九 徒弟们纷纷说道 师父 你算错了一道题 老和尚说 是的 大家看得很清楚 这道题我算错了 可是我前面算对了三道题 为什么没有人夸奖我 而只是看到我算错的那一道题呢 我们做人也是这样 别人对自己好一百次 只要有一次对你不顺心 你就会把过去对别人对你好一百次 全部都可以忘记 所以这就是一百减一 等于零的人性的道理 做人要学会多记别人的好 少记别人的仇 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否定了一个人的品行 谁都有不足和缺点 谁都会自私和犯错 所以在家庭生活当中 在与人接触当中 我们要多多看到别人的优点 少去想到别人的缺点 这样社会就会和睦 家庭就会和谐 世界才能和平啊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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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